夫妻裡面其實最 你說彼此的親情 道義 習慣 都是很容易維繫的 可是性最難維繫 因為你做久了會厭倦 你再愛吃水餃 你三餐吃水餃 你偶爾想吃一個青州小菜 其實反過來講 女生也是這樣想的 只是說因為女生比較高尚 就不會去做我們這種禽獸的行為 所以第一個就是她厭倦 所以像我們就一些朋友在一起 就常常講說跟老婆做了十幾二十年 實在做不下去了 因為就是說你沒有新花樣 全部都是一樣的 所以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說我跟老婆現在還是常常做 我說你有什麼秘訣 他說六字真言 我說哪六個字 他說他不是我老婆 所以還可以維持下去 他是墨烈吧 自我催眠 但是墨唸怎麼可以唸出來 好 那第二個 他老婆搞不好也唸了 是 他老婆唸說那是金城武